英国药监局局长琼·莱恩星期三说 鉴于疫情紧迫 监管者采用滚动式程序 加速了对疫苗的紧急授权审批 MHRA的建议是 接下来一个非常严重 和科技的严重的研究 所有的证据 安全 效果 和质疗病毒的效果 和质疗病毒的效果 英国卫生大臣马特·汉考克 星期三说 疫苗将通过医院 免疫中心 以及社区药房同时投放 英国首相约翰逊对议会表示 疫苗最快在下个星期即可使用 并将首先用于老年人 和医护人员等优先人群 但是他强调 英国政府不会强制注射疫苗 英国政府已经采购了4000万支疫苗 可供2000万人使用 尽管辉瑞疫苗的临床试验 有效率高达95% 但在伦敦街头 人们对于疫苗获得批准的消息 反应不一 分析人士说 英国领先于美国对新冠疫苗 做出紧急使用授权 可能会增加美国监管者的压力 目前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正在对疫苗进行审批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